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看到此地有不少的问题 这个一章里头有四个问题 净土三子两 幸运行 如何加强幸运 除了听经之外 还有什么方法 方法确实是有 这个个人 姻缘不相同 根性也不相同 应光大使教导我们 常常把死字顶在头上 你的警觉心就高了 那么在我们这个道场 这个钟局司在此地 给我们开了一堂课 说明 美国在这半个世纪 他们很认真地研究 轮回转世的问题 这个问题确确实实被肯定 证明人确实 有来世 有过去是 如果你能够肯定 这个现实问题 你说你要不要 发愿求生建土 如果不求生建土 那这个轮回这段事情 你没有办法脱离 生生世世 你要受这个苦报 轮回是什么滋味 你这一生所受的 是轮回滋味里面的一种 这在人道 佛在经典里面告诉我们 你设掉人身之后 一再对人身 是相当不容易 特别是出家人 出家人如果不能够 受这个轻规戒律 是肯定不能对人身的 这个注意一定要想的 在家同修 如果受了三规 无界菩萨界 也非常非常困难 你看中居斯给你们报告 那个人生生世世 轮回还能得人身 下一层还能得人身 他是什么人呢 很普通的人 一生当中 没有什么大善 也没有什么大物 这种人 这种人生生世世都受这个苦报 如果说大善大窝 情形就不一样 大善他升天了 大窝了他堕山土了 他不可能在生生世世转人身 这个道理 这个道理你们一定要细细去参究 那么学佛 那么学佛的人为什么不能得人身呢 学佛是三宝的形象 你一发心出家了 你是代表三宝 世间人对三宝 亲世 那就是我们做的不好 我们对不起佛陀 我们把佛陀的形象破坏了 破坏佛教的形象 就是破活活生 破活活生的这个罪严 是多阿比地狱 所以古人常讲 地狱门前身道都化 印光大师为什么不给人剃肚啊 原因就在死 剃肚了 你不能持戒 你不能认真说佛 不能做佛的好榜样 那剃一个就一个多地狱 剃两个两个多地狱 对不起人 所以印光大师一生 你看看 他不给人剃肚 不传戒 不做主持 为什么呢 这三种事情自认重大 如果 你的徒弟借此不如法 他堕落 是罪 你传戒 你给他剃肚 你有故 所以罪跟故 故要轻易的 罪是很重 徒弟跟戒子 老师 老师要认真地开导 让他觉悟明了 那你就没有故事 这个三字经上 你们都很熟悉 阳不教父之国 教不严 师之躲 所以做父 做师 要对于子弟 严格的教导 教导他不听 将来堕落 责任是他的 这个父跟师 没有故事 如果不是很认真地 教导呢 这个父跟师 都有故事 这个我们 一定要懂得 知道 这个事情 严重 我们 罚愿求生 净土 这个心 自自然然 就会生起来 除了 往生净土之外 确确实实 佛门里面 无论哪个宗派 无论哪一个法门 要想 脱离六道轮回 都必须断 见识烦恼 见识烦恼 不能断 怎么样 你也出不了 六道轮回 这个是四十真相 净土 在一切法门里面 比较之下 它叫做 一行道 道理在此地 那么这个 多天经 有很大的帮助 第二个问题 他人理常说 华音经有 十个三千大千世界 微臣记 一似天下 微臣平 请问 一似天下 微臣平 这一句话 如何解释 这个一似天下 就是我们现在讲的 一个银河系 华念族就是这样的 这一个银河系 把银河系里面 所有的星球 磨成 微臣 有多少微臣素 有多少粒微臣 就有多少平 就是这个意思 不是指一个地球 不是指太阳系 我们现在这个 一个银河系 把它磨成微臣 你慢慢就 速于多少平 这个不是我说的 这是佛在经常讲的 你常说 等着菩萨还有一瓶 身相无名未断 这一瓶身相无名未断 主要的是直 什么意思 身相无名的含义 这个你没有了解 身相就是身其现象 这一瓶无名要断了 所有一切相都没有了 所以这个叫身相无名 就是宇宙 这个我们今天讲的 这些星球 星系 这些身无 到底从哪里来的 那个叫身相无名 叫身相无名 身的 这个无名断的时候 就没有了 那就是勇家大使 正道 国上所说的 绝后空空 无大千 他说 梦里明明有六趣 那个梦里就是无名 有无名 才有这些现象 这个无名未有的时候 相全部都没有了 这个叫做身相无名 这最后一篇 下面一个问题 他说请问师父上人 快六十岁的 已经退休 是不是应该 以自己在家听经念佛为主 说偶尔参加道场佛习 来提高和检验自己的境界 这样做好吗 这样做很好 很如法 这位同学三个问题 他说经常参加此次夫妻 我很想改变自己的业力 我应该怎样做 才能使自己的业力大于业力 首先应该从哪里下手 我希望自己能做到当下 成愿再来 那么主要应该做好哪几条 你这个愿望很好 如果这一生当中就能做到成愿再来 你应该把佛说阿弥陀经 这个无量寿经 里面所讲的道理 变成自己的思想简洁 经上所讲的教训 变成自己实际的行为 无量寿经就是你 你就是无量寿经 你就成愿再来 为什么呢 你已经是阿弥陀佛的化身 那个不是菩萨能够比的 所以你一定要做到 字字句句都是你自己 完全入了这个境界 你就是佛的化身 第二 听经何谓神听 何谓心听 何谓耳听 神听心听耳听有什么不同 请解释一下 神听是误如 大彻大恶 已经欺如这个境界 那就是我们一般讲 是原教粗度以上的菩萨 这个别教就是粗地菩萨 超越不但是超越六道 超越十法界 这个是神听 我们凡夫做不到 为什么呢 你的妄想分别执着 通通断掉了 你习气也断了 换一句话说 你确确实实 是一位化身菩萨在来的 化身菩萨听经 是叫神听 心听 是专心听 很用心 你能把这个道理听清楚 听明白 这个是我们凡夫可以做的到底 我们老师 对我们做学生的人要求 就要求这一点 就是你要专心 你要用心 你要听清楚 要听明白 要能记住 你才能得受用 耳听呢 这个耳朵听 那个耳朵就出去了 那么现在大家呢 多半都是耳听 为什么是耳听呢 听了这么多年了 一点受用都没有 不能说听得不多 天天在听 听怎么样 一句都做不到 所有大听经 你说哪一部经 不是叫我们把心量脱开 慈悲于一切 我们还是小心量 齐心动念都想自己 都想我们这个道场的利益 心量实在讲 太小太小了 这个是成不了佛 也成不了菩萨 来生能得人生 那就很不错了 怕的是来生 人生都得不到 心量太小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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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妨碍 佛法的洪传 罪业实在讲 很重要 那专心听 听清楚 听明白了 那个就不一样了 知道什么 知道佛是普渡众生 我们有义务 有责任 拜佛 传法 应当我佛法 普遍的介绍给一些众生 怎么介绍呢 不时 口头 言语介绍 那个人家 不容易相信 自己做到 真正做到了 舍山业 做到了没有 不杀生 不偷盗 不邪淫 不但没有行为 念头都没有 你才是真正做到 我行为上没有 但是念头还有 你做的不干不净 不妄于 不念识 不其余 不窝口 能不能做到 不摊 不撑 不吃 这是最低的了 低到不能再低了 佛教给我们 实善 是保住人身 实善做不到 人身保不住 在一个轮回转世 你得不到人身了 无戒 实善 是得人身的 基本条件 这个佛法里面 讲业 营业 满业 这个实善 无戒 是引导你 到人道 营业 那么在人道里面 你的受用 是富贵 是贫贱 那叫满业 那个满业 那就是你修 那就是你修 这个修善 积德 或者造作 罪业 那是满业 这两种业力 我们都到人道来了 这个是营业相同 满业不一样 第三 他说 我愿念佛求生净土 也愿意把这个法门 介绍给大家 可是我自己 尚没有得到念佛三位 我只是对净土有信心 尚没有了生死的把握 那么如何行菩萨道 为众生服务 有时我感到在时间分配上 自己修学与众生服务上 有矛盾怎么办 你是真正 这个把经教听明白了 没有矛盾 穿衣吃饭都是修行 待人接物也是修行 你把这个修行功德 回向求生净土 肯定德 你要是学修学佛法 跟这个做事情有障碍了 那不是大乘 大乘法里就没有障碍 特别是华音 离四无碍 四四无碍 那么你说你有障碍 你在这个教理上还不清楚 你应当努力去学经教 然后你再晓得 确确实实是没有障碍的 这位同学 如何将真如本性与真诚 清净 平等 正确 慈悲 其如为一体 真如本性就是这十个字 这十个字就是真如本性 你不能一体 你自己还不够真诚 你也不清净 你也不平等 果然做到真诚 清净 平等 真觉 慈悲 你的真如本性 完全显露 真正做到 这刚才讲了 法神菩萨 你已经超越六道 超越舍法界了 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也不是生凡胜同居图 也不是生方便有余图 你是生时报庄严图 而且你生死自在 来去自由 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 想在这个世间 住个几千几万年都没问题 你都能做得到 你看那个 那个 加世尊哲 释迦牟尼佛叫他住世 要等弥勒佛出身 把释迦牟尼佛的一波传给他 那弥勒佛出身 下生呢 那要五十六亿七千万年 加世尊哲的寿命 要五十六亿七千万岁 他起无境界了 第二是 我们修净土念佛法门 上学正式去受五界界菩萨界吗 你心里面受了 是真正在受 你真的受了 形式上受的 你做不到 那是假的 佛法 重生智不重心事 这个一定要懂得 但是形式是做给别人看的 像唱戏 演戏给别人看的 是启发那个没有学佛的人 启发他的信心 做榜样去影响他 去给他启示 用意在此地 所以我们自己要真正发心 这个受戒 你能够做到一条 这一条戒 你就得到了 你没有能够完全做到 这条戒 你并没有得到 纵然受了 你没有得戒 这个道理 一定要懂 第三呢 何谓花报 花就是你这一身的果报 果是来世的果报 来世的叫果报 这一身的时候 这叫花报 就像植物一样 先开花 后结果 你这一身的果报 你所修的 吉善 吉功累得 你改造了你自己的命运 这是花报 像了凡世讯里面讲的 袁了凡先生 他能够认真 断卧修审 使他一身的命运 多改变 跟这个孔先生算的 都不一样 那是花报 他的果报 一定比这一身 还要殊胜 这一位同学问的 他说 若在平常生活中 心里偶尔出现 莫名无众生有的烦恼 因此产生心理上 不必要的挣扎 纵然对于离世的通达 无法将之客服 他这个是插在这个地方 请问 这种现象 是不是业障的现前 该如何将这个问题对质 没错 这确实是业障现前 禁宗对质的方法 就是一句佛号 这个境界现前的时候 把这个事情 不要去想它 放在一边佛号提起 专心念佛 把这个念头转过来 转成佛号 这就对了 你能够常常转 常常能够把这个烦恼吸气 能够辅助 这功夫得力 我们禁宗讲的说 功夫成片 那就是功夫得力的再加深 深到时候 你的烦恼吸气 确实没断 但是你确实有能力控制 这一句佛号 常常现前 二六十中都是一句佛号 除这句佛号之外 心里头一个念头都没有 这叫功夫成片 功夫成片 是这个念佛三昧最浅的 就是刚刚得念佛三昧 但是我们不能小看他 这一点功夫就肯定能生净土 生凡胜通俱土 如果念佛 还不能念到这样的功夫 那你就要知道 往生净土没有把握 所以没有别的专心 专念 麻烦在哪里呢 麻烦在烦恼吸气放不下 我常常讲啊 十六个字 你们都不肯记住啊 自私自利 明文历 无欲六成 坦诚迟慢 这十六个字啊 只要有一个字 你的烦恼吸气 你就控制不住 你压不住 要把这个彻底放下 特别是在我们现前 这个时代 我们决定不可以 属活 许多宗教里面 经典上讲的世界末日 东西方古老预言 讲世界上的灾难 在什么时候呢 一般讲呢 都是在一九九九年 两千年 但是九九年 两千年呢 这个大灾难 并没发生 那个预言上讲 这个灾难来的时候 世界上 这个生物啊 那当然我们人包括在内了 年这些动物之物 几乎灭绝了 这个灾难 没看到啊 那么他这个预言 是不是假的呢 是不是判断错误呢 过去我在新加坡 有一位这个天主教神学院的院长 他很惊讶地说了一句话 明明这个时候有大灾难 为什么会没有了 我们修佛的人知道 为什么会没有了 佛在大臣经上 常常给我们讲 一切发从心下身 静随心转啊 那个两年当中 我们很清楚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灾难 都知道这个灾难严重 你看看哪一个宗教徒 不是很认真地在忏悔 在祈祷 都集中在这个时段里头 那个力量产生很大了 所以这个灾难不是化解了 是推迟了 有个同学告诉我 大概推迟三年 那么推迟三年 那就是03年04年了 中国有个古老的预言 我过去看过 那个预言是讲2004年 那他是讲说 讲好年 2004年是好年 我们要有高度的警觉心 你们问心愿怎么能生 我给你们的想法就不一样 思想不相同 我的思想 我的命只有今天一天 明天可能就没有了 我比你们的警觉心高啊 所以我能放得下了 明天就要死了 你还有什么牵挂忧虑 你要有牵挂 有忧虑 你肯定多三土 明天就要死了 我加紧念佛了 这我业不断 你的念佛心 你的信念心 你在恳切 你这个三四两 没有办法提升 就是什么 你认为你的生命还很长 将来的日子还很遥远 你还有得活着呢 不在乎 不着急 我跟你们不一样 你们寿命很长 我的寿命只有一天了 你不着急 我着急 你不能放下 我放下了 这是四世真相 你们没有这种警觉心的时候 难了 所以硬光发死 我到这个苏州人员山寺去参访 看祖师的这个官房 他的官房很小 那个小佛堂不大 当中只供一尊阿弥陀佛像 阿弥陀佛像后面写了个大十字 真的把死顶在额头上 人心纯善 纯净 中国古老的言语传讲 人之将死 其言也善 求神净 没有别的念头 常常念死 佛法有六念法 里头有一个念死 念界定会 念天 念死 常常想着这个 你的警觉性自然提高了 你这个世间这些烦恼忧虑 一切远无 你自自然然 就能放下 不被他所动摇 还要为这个 境界所动摇 你没有办法 脱离六大轮回 换一句话说 没有办法 超越 三我道 真真学道人 六足在谈经里面讲得好 若真修道人 不见世间过 还见世间过 样样都是我对 别人不对 这个人是三途中子 不要跟他计较 跟他客客气气 为什么呢 眼看他做三途 真正修道人 过世在我一个人 别人都没过世 别人都是佛 都是菩萨实现的 那个实现 有实现正面的 有实现反面的 实现正面的 要我跟他说 实现反面的 叫我反省 我有没有他的过世 有则改之 无则加勉 善财同子一生 云云成佛道 他用的什么方法呢 就是这个方法 善财同子看到 所有一些众生 那是发现 地狱众生都没有过世 地狱众生表演给我看 这样做会躲地狱 我要反省一下 我有没有这个做法 我给你们写了六条 永远生活在感恩的世界 大概到处张贴 你们都没有去看过 如果去看过 这世间哪里还有过世的人 过世在我自己一生 我这一生有无量无边的过世 把自己修好了 你就普度众生 为什么呢 给众生做最好的榜样 给众生做模范 那就是佛菩萨 佛菩萨无论硬化在什么地方 总是给众生做最好的榜样 最好的模范 这个道理一定要懂 所以真正要讲消业障 我一大死说得很好 逆境物源 境是物质环境 语言是人事环境 物质环境不好 人事环境不好 我在这个里面 修清净心 修平等心 消自己的业障 万有业丝好 怨恨 业障才能消除 有一点点 不贫悦恨的念头 你的业障起先行 瞬间 顺境善意 不其贪爱 没有一业障碜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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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碜 自私是好事 毁谜我的人 毁谜我的人 都是好事 为什么呢 消我业诈嘛 我只有一个感恩的心 报答他们 他们成就我了 药舌啊 你们在《金刚经》上看到 人入仙人被隔离王隔绝身体 你们看到的 忍入仙人当时什么心态呢 一点运恨的念头都没有 忍入波罗蜜圆满了 一丝毫报复的念头都没有 持戒波罗蜜圆满了 这个大门人 把你这两个波罗蜜提升到究竟圆满 你怎么不感恩呢 如果有一念怨恨 有一念要报复 你立刻多么 你是凡夫 你不是个修学人 忍入仙人是释迦摩尼佛的前身 隔离王室 乔臣如尊者啊 你看人入仙人当时发愿 我将来成佛第一个度 释迦摩尼佛实现成佛第一个得度的乔臣如尊者啊 说话算话了 我们的心能不能在顺利境界里面做到清净平等 果然做到清净平等 你是真修学人 你还有不平 还有愿言 你不是修学人 修学人 齐心动念 肯定与真诚清净平等 正觉慈悲响应 换句话说 你念头一定是这个念头 这个念头我跟诸位讲了 这十个字叫大菩提心 因为讲菩提心很麻烦 你很不容易懂 真诚心是菩提心之体 观无量寿经讲的 至诚心啊 真诚就是至诚心啊 身心 自受用 什么叫身心 身心难懂 我说三个 清净心 身心 平等心 身心 证觉心 身心 我这样说了 你容易懂了 回向罚愿心 就是慈悲心 我所想的 我所做的 我所说的 一切都是为利益众生 不是为我 我做出了个样子 给人看的 让人觉悟 人都自私自欲 我大公不私 人都好明文立养了 我明文立养舍弃得干干净净了 一丝毫都不沾眼 人贪图无欲六成享受 我们这个物质生活 一切随便 得大自在 人都有贪嗔痴吗 我只有慈悲心事 没有贪嗔痴吗 这一次我回到这边来 徐秋月就是告诉我 我说现在 真的是佛菩萨 要我们在这个地方 做一点好事 把佛法带向正规 我说你要好好地做 他说似乎 你能受得了我吗 我说我要是受不了你 我这五十年的佛就白学了 你用什么本事 让我受不了 割力王各界身体 我也能受得了 我学会了 真正学佛 在这些地方学 一切为众生 一切为正法救助 一定要常常记住 金刚经商所讲的话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今年十一月 我跟日本又好了 到日本去讲经 讲八大人就经 八大人就经 头一句讲 世间无常 过途为翠 夜开头 提高进去 不要谈念这个 假的 那是空的 你搞这个就错了 我们今天这个道场 这道场 这道场 好乏的 设放常驻的 也有这个概念 我在此地管理 设放常驻的 与我自己毫不相干 你就正确了 这个形象 是如来的形象 三宝的形象 我们在这里做得干干净净 整整齐齐 别人来称观 心里生欢喜心 生恭敬心 这是我们做的有成绩 佛很有面子 这个 艳雨常讲 我们给佛贴金 你做得很好 人家赞他们 就贴金 做得不好 别人混棒 那就在佛脸上涂粪 铁肩涂粪 不是真的去铁肩 你懂他意思 齐心动力 为佛法 为众生 众生做得不好 不能怪他 我自己没有做好 没有能够感化他 你能够这样回过头来 你真修行 你的境界会提升 你会有进步 你忘掉了 念念都是别人错 你把所有众生造的这些 最过的时候 全装在自己心里的时候 你的心变成洛书筒 你跟慧能大师比差远了 慧能大师聪明 不干这个事情 完全装一切众生的 亲近的念头 善行 人决定不装一切众生的任务 他成功 你要想的 有很多众生 业障深重 迷惑颠倒 必须到你自己 远及的时候 他才救 这很多 感化一个众生 不是短时间 许许多多众生被感化的时候 是善知识入半夜盘 他感动 他回头向上 所以我们只管做自己 不要问别人 有没有被感动 你有这个念头呢 这个念头是个错误的念头 你有妄想 夹杂着分别吃住 我只是一向这样去做 善根深厚的人 善根成熟的人 自然感动 回头 业障吸气非常深重的 不容易 你这一生这样感化他 来生再感化他 说不定 三生四生五生 他才能回头 那个严重的 无量接之后 他才回头 你有没有这个耐心 菩萨感化一个人 无量接 一个念头都不动 不着急 没有怨言 确实是经念相机 永远是经念相机 我们在佛经上 学了这么久 这么一点点东西都没有学会 你这个经过 你这个经不叫百年了 大家一定要记住 灾难没化解 只是延迟 只是延迟而已 我们要认真努力 对人 对四 对无 你能够把我这十个字做到 就行 行 是大菩提心 行 看破 放下 自在 随于念佛 没有一个不成就 看破 是明了 我不是不明了 一样一样明了 放下的时候 心里头没有一个杂念 对一切众生 真诚恭敬 修净土的人 是修普贤心的 这个不能不知道 净土法门 是普贤菩萨的法门 无量寿经 头一句 贤共尊修 普贤大士之德 你要记住 普贤 菩萨 之德 头一条 离尽诸佛 对一切众生 没有不恭敬 对于造作物业的众生 都是真诚恭敬 对于动物 蚊虫蚂蚁 对于树木花草 都是真诚恭敬 你要做到才行 那个赞叹呢 这有一差别 他做的心形是善赞叹 不善 不赞叹 离尽是平等的 一点差别都没有 赞叹差别在此地 这个神院里面 只有这一院有差别 供养没有差别 不能说他造卧的众生 你就不供养他 不可以 他没得吃 没得穿 他又饿死了 你说这个人 做坏的事情 何干 你这哪里是菩萨呢 你这不是 不是修福现性的 还是要帮助他 还是要救他 要懂这个道理 忏悔 我们天天修忏悔法门 天天要反省 检点自己的过失 天天要忏悔 业障 刚才同学问了 等着菩萨 还有一瓶身相无名为断 那就他的业障 他还要修忏悔法 他还要把这一瓶 无名断掉 他才究竟圆满成佛 真正到究竟圆满成佛了 诗问 他的一瓶断不断呢 他不断 他保留着 那就说明 他不是没有能力断 有能力断而不断 这叫大慈大悲 他为什么不断呢 断了一些项目油了 就不能做众生了 留着一瓶身相无名 哎呀 这个云云众生还没有觉悟啊 他来帮助大家 那一瓶无名断掉之后 绝后空空无大千 没有众生可赌了 所以肯定 他那一瓶无名不断 他要保持着广度众生 要对心 他出学佛的时候 发的大愿 众生无边断 好 现在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们就讲到这里 众生不疑 我一定会想到你 然后不散步 然后我会想到你 有点瓶忍 尤为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